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沛恩主持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 今天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日的欢喜自在 师父阿弥陀佛 毕举动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阿弥陀佛 没错 在直播室里面有永高法师和我杨沛恩 今天我们刚刚就是圆满了这个约思法会 是 所以很多人来 还有今年参加共灯的人 又多过以往 我听到很多人赞叹我们的布置 非常庄严 非常接受他们 令他们全程做法会的时候都非常投入 是 欲师佛的法院 是真的照顾我们东生这一世 现世的福乐 安乐 下个月 我们要提早个阿弥陀佛的正当 所以会打佛七 一三天 所以我在今天讲话的时候 东风是欲师佛 西风是阿弥陀佛 没错 这是佛陀和我们讲的两大佛门 当然我们可以从佛陀的救度里面看出 我们一般讲太阳 太阳从东边伸上来 从西边陆陆来 一个是生一个是死 所以两大佛门 欲师佛门就好像太阳伸上来 照亮我们的日常生活 然后阿弥陀佛照顾我们的来生 所以佛陀是很有用心 真的好照顾我们前后半生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非常有方向 非常有福报 完全不用担心 不管这一世 你作为怎样的一个人 如果你好好地去学佛 认识佛教 认识佛陀的救度 就算是不同宗教的人 其实你一样可以认识佛陀的智慧 真的叫做生命教育 其实佛教很多里面的佛理 都是一些人生哲理 你要明白的 你要知道 知道了你不会在有事的时候旁黄 还有你凡事就有一个方向目标 我觉得做人不外乎 就需要一个这样的指引 是的 不过今天我们一开始 因为说真的 我们很久没有上空中佛乐园了 是的 不过也是有一个编排的计划 譬如今天我们应该 等一下有些活动要提醒一下 其他我们应该多些时间 跟大家分享 三年一次的大活动 哦 马上下个月 18、19日两天 就是我们三年一次的大日子 就是佛光素燕 是的 刚刚在我们上个星期 刚举办了一个新闻发布记者招待会 在当日也有多谢很多传媒朋友出席 还有在大家交流互动之中 师傅我相信我们大家交流了很多有用的资讯 很宝贵的意见 是的 我是觉得 譬如我们听众朋友 不管你是在多伦多 还是你在其他全球五大洲 可以听广东话 讲广东话的人 因为我今次去参加你示威 你也有去 是的 其实很多我们的宗宅听众 很多的海外听众 他们都会跟我说是粉丝来的 是的 很开心 全球原来都在点击我们的节目 是听的 是的 我问他们 你们听哪一个节目 他们说 论多三个都有听 证明他们真的有听 是的 很清楚 是的 所以不管在哪里 总之在节目里面 我们有最新的消息 一定是跟大家分享 是的 同时也都在这里感谢大家 是的 真的要多谢大家 是的 所以说佛光素言 三年一度 这个可以说是 叫做 执大乘 是吗 是的 执大家 义工的智慧合作 融和的大乘 来到成就这个三年一度 其实真的要等三年 好像很长的日子 但我们筹备起来 一点都不觉得日子长 我想不只是听众 和所有的海外的听众 是很支持我们 是 当日的记者发布会 我刚刚说到媒体的记者 和我们的很多互动交流 是 而且 真的是很支持我们 非常支持 所以就提供了很多寶贵的意见 是 让我们的消息可以多些 因为他们是媒体 是 是 跟我们说 如何加强一些 和社区的消息交流 其实有一位记者的说话 都非常之 我很认同 和很感动 他就是说 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媒体 因为 在做那么多事情 影响那么多人 当然 追回的源头 是由我们师父上人 声音大师 带领了我们 有很多位精英法师 带领各个道场 其实在做的事 都是在做传媒 可以做到的一些影响力 所以当日 我们就没有说 一个斌主的分别 大家融合在一起 就是 在研究 是如何 可以将我们的正能量 是由他们的渠道 去散播 去更多的渠道 这件事 我觉得我们 第一 好像师父刚才说 非常感谢 我们的传媒朋友 把我们当作 自己一家人 朋友 对 自己很亲密的朋友 不止普通的朋友 很亲密的朋友 还有我们的去向 他们都很关注 很关心 是的 例如我和他们提到 我们三个电台王法 《空中王法》的节目 明年开始 一月份开始 将会转型 变成 譬如从一个 叹华城半个小时的聊天 就转变 在网站上 是视频的 是有视频 可以看到的 每一天 十分钟 这个当然 现在是 真是叫做 简陋墨谷 筹鼻间 他们都给了一些意见 还有 有什么方式 是可以连结的 等多些人可以看到的 是很鼓励 是 所以是非常成功的 一个 新闻法部会 当然 其实我也注意到 我记得三年前 当他们问 你怎样可以买飞 吃饭 很抱歉 他们说 如果是剑步 如果是什么 都不要飞 但今年 他们是 非常自然 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的 是的 你们都知道 很多年前 有大众 社区群众 已经在排队 上次来不到的 后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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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次来到 那些等待 list 其实是三年前 就是等待 真的 感谢 也好 抱歉 也好 我们的感觉 都很混淆 当然 你有这样的支持力 我们更加 觉得 要做这个素宴 但做素宴 又好像令很多人 会失望 迫不得已 不过 亦都感激 无尽 无言的感激 因为 事实上 真的 虽然很多人 来完又来 上趟有机会来 今趟一定要把握 争取这个机会来 但是亦都因为他们的口碑 吸引了更加多人上来 是 不过 就是说 因为今年 是我们佛光 多伦多佛光山的20周年 所以 我们住持永高法师说 一定要在家里面 做这个素宴 所以场地是比较有限 所以我们也都是 好像上一次 做两晚 所以可以期待 三年后 三年后 我们在外面 差不多 至少也有一千个座位 就比较好处理 是的 希望去一个大的会议厅 一晚过 就招待了 所有等待了 这么久的朋友 是的 是的 所以 总之我们是 要全心全力 圆满了今年的 福光素言 说起那天记者会 师傅 当天我们记者朋友 有很印象深刻的 亦都是陈列 在台中央 和另外一间 贵宾房里面的 一些移卖的精品 还有就是 延长拍卖的一些法宝 是的 师傅介绍一下 这些移卖版 我很有信心 大家一定看到的 都会很赞 都会很赞赏 因为是我们自己 很欣赏的精品 我们先来收集分 是的 我们自己很喜欢 很欣赏 所以我很有信心 赢的人都一定很欣赏 很多都是独一无二的 嗯 我相信我和艾达的眼光 是非常之好的 非常之好 非常好 而且也累积了这么多年 师傅和一些知心义工的周游列国 所守救回来的 还有这些机会 都是很多写 有些 不管是我们佛工人 或者社区朋友 他们都有送了一些 就去捐赠 捐赠一部分的移卖版 也是相当之有价值 是的 总之那个 怎么说 收藏价值 是有很大的收藏价值 还有屋观感上 也很舒服 是的 我听到有一些社区活动 其实都少一些移卖 不过不是重点 所以是一般的 他们可能是捐赠比较多些 深一些 这些物品反而是比较求奇 因为社区里面 据我以前的经验看到 很多都是捐赠一些电器 或者大型的电视机 那种生活里面的实用品 但是我们 因为我们也带有我们的宗教气息 其实很多物品 除了在家庭里面 可能用得着 可能有欣赏价值 还有收藏价值 还有啟发价值 所以我个人觉得 我们佛光素宴 将来陈列给大家看到的 或者说有机会 你可以去投标的 这些都是每一样都会令你爱不释手 而且会很有啟发性 很多 你一尊佛像 或者说一条什么珠 一串什么珠 其实当中背后的故事 或者说你看到那种之后 你那种感受 是重要过很多东西 记者招待会 只是拿出都未到十分之一 是的 因为一共是七八几件的收藏 七八几件 拿出只有几十件 是 大家已经是 其实记者会之后 不是有些义工要帮 正理 是的 他们就一聊一聊 哇 他们看得比我更仔细 不放失低手 他说你看这个鞭纸 这个手工 事实上有很多饰物 我们说就是明设计加设计 还有那种设计不是说 大量设计通书去销售 不是的 是特意为我们素燃来设计 只有一件 是的 只独一无二一件 哇 你说这些珍贵性 还有它的设计是有意义在里面 所以我们自己看到 就算师傅你在周围讲学之间 去搜救回来的这些精品 都不是随便一样 只是漂亮那么简单 当中我觉得你选择的时候 都一定有想到 这一件事的得主 会拿到什么感觉 或者说啟发 我相信每一件都有一个故事可以说 你这样说 其实我奥海忠已经浮现 因为我只是说 当日的记者会 有几件 他们看 然后我点出 你注意看哪些 他们都很惊奇 是的 很多可以说 因为真的 如果由师傅经手 或者说我们知心仪工经手 一定是每一天后面有个故事 是 哇 我们说得很兴奋 师傅先休息一会 好吗 首先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年素宴的仪卖当中有什么特别 不要走开 好 观音菩萨 妙难愁 清静庄严 累劫修 牵出祈求 牵出印 苦海长座 渡仁舟 为庆祝观音菩萨出家纪念日 多文多佛光山将于11月5号 星期天早上9点半至12点半 举行大悲惨法会 祈求礼拜广大灵感观音菩萨的功德 增长佛会 封调与顺 何家平安吉祥 查询法会相关资讯 欢迎致点多文多佛光山 905-814-0465 905-814-0465 或上网浏览 三个w.fgs.ca 福建树 再次欢迎听众朋友回来 今日的欢喜节 在节目中有永古法师 阿弥陀佛 及我仁佩恩 师父阿弥陀佛 刚才我们上半场 已经开始说 今年由11月18至19日 三年一度的佛光素燃 当中时间有限 所以我們重點放在移賣品上 Silent Auction 投標移賣當中 我知道師父到處搜救的物品 其實我沒有很刻意 我覺得我們一直說的 恩怨是很重要 只不過我覺得我的恩怨很好 有些很特別的東西 因為自動走在我面前 自動浮現 譬如有幾個玉的作品 那是我去西雷寺 我不是每次都去展覽館、美術館去看 當日不知為何 我在那裏跑向走走走 我就走進去 那些導覽的人 看到我都很開心 有一個很特別的展 你們剛好 我有玉展 我去看看 然後走進去 那個負負責的老師又在那裏面 他就替我參觀這樣介紹 我看的時候 我就想到 如果這些可以請給我們掃現 拍賣版 大家一定很開心 因為都是一件 而且我覺得它很有創意 譬如我舉例 因為我們在冬日記者會的時候 放在那裏 然後儀工在那裏收的時候 就說 我這個玉件很漂亮 我問你有沒有看到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 我問什麼特別 我就用我的手機 有一個燈光 我就是那一件 我記得了 我就這樣照給 他們說 哇 那黑光很漂亮 再看 我把光 數到那個重點 原來西方心 不是西方心 是梳婆心 是 釋迦亡尼佛中間 然後一邊是觀音菩薩 一邊是地中王菩薩 再看 還有 前面懼著一個人 這是 是不是代表眾生 是的 或者說就是你自己 是的 或者我自己 是的 很漂亮很漂亮 通透的玉雕 但是就是 它裏面是為我們說法的 是 還有另外一件 因為它很精緻 那天沒有拿出來 它是善救玉 這樣挑進去 偷空 就是流空的 是一個轉經輪 就是專菩薩 然後轉經輪 立體的 可以轉的 是 就很特別 我覺得 是那個 創作的設計 創作的設計 嗯 這一系列有很多 每一件 有幾件 其實我是跟我們保重館館長 春恩師姐商量 是 是要留在保重館館 等多些人去欣賞 是的 所以每一件 可以說都是叫做國外 是啊 真的 每一件都是很珍貴 而且都是獨一 單一 一件 那 其他 譬如有些是很小件 看起來就很可愛 好像是中食品 然後我把它拿出來 轉一下轉一下 有音樂 是有音樂的 是音樂盒 是的 很有趣 那個我形容很喜歡 是的 是的 看起來是一個護路 是豬碟 很精緻 還有筷子 不會捨得用 已經有些義工說 誰人結婚了 我要請一對送給他們 是的 我覺得真的很適合 很適合做禮物 是的 是的 所以不只是為自己 他們已經在想著 某些特別的需求 事實上 其實聖誕節是將來的 如果你打算找一些珍貴的禮物 好珍貴 我們素宴一定找到你需要的東西 當然有很多人 你很尊重 很尊敬 你很想在一些特別節日 送一些東西給他 不是一般街裡賣得到的東西 還有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雖然每個道場都有佛光書局 但是我們素宴上的精品 不是普通平時 你在佛光書局可以找到的 沒有的 那是另外搜集 是的 特意為素宴 我聽老師說 他說很特別 當日我進去 我看完 我說這瓶是哪一瓶 我說我們佛光書要搜集 幫我留下 他貼了點點在那裡 因為他是剪冷的 他不能讓我離開 他說剪到哪一天 收起來的時候 我幫你保留回到那時 他說我離開之後 因為是我們北美洲法師的一個會議 每位法師都可以進去參觀 他說其他法師都進去參觀 然後就說哪一瓶哪一瓶他們要 他說他的回答幾乎都是說 永古法師要搜集 是的 所以有些法師就分開說 你眼光很好 他們不同的人喜歡的東西 我全部都拿下來了 現在在我們多倫多 大家英雄所見 他就說我是走一步 如果我遲一步的話 那些就沒有了 因為人家都要 好在 都是菩薩寺人 所以我就說 嗯 又不是刻意說我要走去哪裡 去買 去找他怎樣 其實我沒有刻意 因緣和合 可能真的你心中想著 為素贏尋找一些寶物 那這些寶物就呈現在你的眼前 我又不敢說是我自己的因緣 我一直都是想著 好感恩菩薩 胡佛菩薩 好照顧我們 也可能是我們多倫多的好姻緣 大家眾之成成 在做一件就是 真的 我們素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為文化教育 慈善籌款 那這三個目標其實 我相信是全世界都支持的 是嗎 那所以這次的佛光授言 我們三年一次就要籌備好 未來就將來三年 我們要在文化教育慈善三方面 可以為社區去做的好事 所以我相信胡佛神都會幫助我們的 是的 所以說回來 不只聽眾朋友支持我們 社區朋友支持我們 胡佛菩薩都支持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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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講到這個移賣精品 不得不提我們現場 Live Auction 那幾件寶 真的 我自己在記者會那裡 才第一次看到 嘩 我都立刻在構思 當日 我們要怎樣做 我們在台上要怎樣做 才可以 把這些寶物成功地 我是很不願意拿出這些寶物 是的 我很抱歉我這樣說 但我真正這樣想 我完全明白 因為這個Live Auction 是一個重點 籌款的拍賣 我一開始都說 我們的師傅上人 星雲大師 他所寫的一筆字的密寶 是我們的鎮時之寶 我曾經聽過師傅你說 不再拿出來 我們一直一直保持 這些都是最珍貴的寶藏 是的 但是我看到有兩幅 是的 就是因為我一直拿出很多東西 一直想 我又不捨得拿師傅的密寶出來 還有那些還要是早期寫的 是嗎 就是八十八歲過年寫的 是的 我聽過有些人專門收集 專門收救 就是大師八十八歲 八十九歲 這兩年所寫的 有些人說 有收寵幾十幅 在大陸甚至有人有一個私人的 一筆字的收寵館 聽說他們收救是整個展覽館 不是一幅一幅的收救 因為他們說了 我都不知道會增值 是嗎 一定 一定 普通藝術家都會增值 何況我們大師 真的 價值不菲 所以我說我很不想拿出來 但是我在記者會之前 移民組一直問我 那六件的Live Auction 有些已經是特定固定的 例如有兩寸念珠 一寸是電話上 他說之前 上一次我們支持他一件太華紙 一寸念珠 這次他知道我們東地要做這麼多事 他就說他幫我們 他又上了一寸 田和尚真的很照顧我們 真的很感激 另外是葛珀法師 非常優秀的佛江山法師 那一串水晶 很震撼 當然 那一串水晶 一百零八粒 很少見的念珠 這麼大粒 都這麼通透 還有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大小 很珍貴 我覺得他本身的價值是珍貴 但同時我覺得 定話想也好 葛珮法師也好 大法師 充滿智慧的法師 是啊 所以這是他們指定要捐出來 一個重點移民 還有師傅你的密報 我的計劃好 如果一天我可以有四個鐘 差不多都寫十天 對師傅來說很奢侈 很不認真 我要處理好 總之 是我要抽寫的 慈悲三位水晶 上中下三卷 很多字的 差不多二萬五字左右 是啊 所以我就說 時間要小心規劃 是不是每一晚都有一半 這次我要負責的 就是Live Auction這部水晶 是啊 安排兩天是其中 應該是第一天 第一天 第一天就是師傅 大師 就是相關大師的一幅密報 寫著是情義 情義 有情有義 大師教我們 一定要有情有義做人 還有因為明年是九年 中心的代表 師傅寫給明年的飛春 第一天寫著是中義全家 中義全家 我狗狗是很喜歡的 中三 中甘義膽 所以這幅情義 我覺得很盈景 而且都是對表大師的一生寫著 有情有義 是的 是的 定會用的念珠 然後就是我抽死的水沉 不兼本 第二天 也是一幅大師的密報 是欠仇益 欠仇益 欠虛 你一定有很大的欠虛 會得益 事實是 欠仇益 我覺得這個是很高的造型的哲學 是的 應該有人會很喜歡 很多人就放下那個欠虛 要放下 然後就是國培佛師的念珠 另外有一個修從品 又是我為保重館修從 鐵木雕刻三面的佛像 這個真是不可思議的真品 獨一無二 是的 大家現在只聽 可能你的感覺不大 但是到現場的時候 你有得看的時候 我相信 去看余展 是的 我們有余展 余展的日子是 11月4、5日 星期六日 還有11、12日 就下星期六日 連續兩個星期 連續兩個週末 然後 掃現當日一定有 希望大家 如果你買了票 很歡迎你來預售 掃現當晚 你來享受 但是 如果你真的 今年 租鞋 waiting list 我們更加歡迎你 來預售兩個週末 就來看看 看看我們的義工 如何籌備 還有看看這些精品 當中 有沒有你的心頭好 是的 非常之歡迎大家來 當然 除了佛光素言 下個星期六 是我們青年書院結業 很快 暫過一個段落 星期日 11月5日 上午9點半開始 是大悲塵法會 大悲塵法會 就是我們紀念 觀音菩薩的出家紀念日 舉辦的觀音法會 是大悲塵 所以都是邀請大家 一起來 邀請大家來 共煎法喜 上午又可以參加法會 下午又可以看余展 可以看數眼余展 非常值得去走一走的地方 非常多謝永古法師 今天的介紹 阿米陀佛 我們更加多謝聽眾朋友收聽 要重溫今天的節目 可以上網 三個W.FGS.CA 要查詢也可以打電話來 905-814-0465 再次多謝師父 阿彌陀佛 多謝聽眾朋友收聽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阿彌陀佛 感謝如是我文 佛光文教 音樂提供 阿彌陀佛